台军暂缓在金门等地实弹射击演习 证明大陆的盾刀子阁落非常有效 完全可以适当加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天少 关注大陆以台湾地区当局在金夏海域的博弈 就不得不关注台军原计划 在厦门附近地区进行的海上实弹射击演习 这场原定于4月份一整月的挑选性活动 引发了大陆的强烈警告 大陆国大办甚至说出了 如果挑选姿势 胆敢轻举妄动 必遭失败这样的重话 你没有看错 不管台湾地区当局如何解释 我们是将这件事看成是挑选姿势 一定准备了军事反击手段 过去我们说过 台湾地区当局如果投铁的话 就一定会实施这次演习 目标就是破坏大陆在惊吓惨案发生之后 火速推进中的流武电航道的输具工程 其台金防部声称 担心海上的射击引起挑衅异味 并且存在借户危险 将射击方式改为陆地靶场射击 所谓借户风险 就是台军如果向海面开炮 就必须在相关海域进行警戒 防止其他船只进入射击范围 他们找了一个理由 是因为物济来临 实际上这个因素不会是突然出现的 而应该是早就知道的规律 那么台湾地区当局玩的这首到底算什么呢 如果说之前的扬言算是挑衅和威胁的话 那么现在的认怂就更有意思了 台湾地区当局前期的表态 是在展示强硬的异象 以逼迫大陆在刘武殿航道的输军工程上让步 眼看着无法得逞 反而被认为是向解放军挑衅 因而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 现在台湾地区当局 在通过改变射击的方式 向大陆展示所谓的善意 我们甚至可以说 民进党当局原本就没有海上射击的计划 不过是玩了一手幌子 无非想证明自己是管理台海关系的主角 也是更负责任的一方 这几天 由于马英九正在大陆访问 而且拒绝向大陆转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 让民进党非常难受 他们在金门搞虚幻欲枪 当然是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政治策略 那么我们能从这件事上总结出什么样的规律呢 其实有一句话非常贴切 钝刀子隔肉不能停 关于如何反击台独 有各种明面上的军事外交和政治施压 但是这类大动作往往不如 钝刀子隔肉更有效 所谓钝刀子隔肉 以美国所说的灰色地带的意思相近的 也就是采用飞机军事手段 不断挖台独分子的墙角 断其后路 比如大陆海警进入台湾地区所谓的禁限制水域 刘武道航道的开通 大陆无人机进入大弹二弹岛进行现场直播 大陆军舰逼近台湾本岛 长线穿过所谓的台海中线等等 相比于军事手段 这些区别于军事行动的施压措施相当有效 而且呢 今后我们采取的办法还有很多 过去之所以没有实施那是基于两岸之间的默契 而现在我们一刀一刀割下去 几乎能让台湾地区当局找不出任何反击的手段 对大陆来说 缓慢剥夺台湾地区当局对外岛的治权 同样还能逼迫其成为两岸关系紧张的挑衅者 这个办法可以说非常好 如果台湾地区当局一直忍着当忍者生归 那我们就继续采取行动 如果台湾地区当局真要通过军事行动 来破坏这种难受的态势 那么正好给了我们采取军事行动 解决台湾问题的理由 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挑衅这一口锅一定要让民进党背上 这也是我们塑造更有力态势的重要策略 此次民进党认同 不等于以后他们还能忍着 挑衅行动一旦发生意外 台独后悔已晚的那一刻就会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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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意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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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意外